D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ING 那我們繼續來玩一下我們的貓咪大怪盜 那上一次的話 昨天啦基本上看到大家的留言就知道 其實我們那隻就是能夠讓狗仔睡覺那些角色 其實沒有說那麼的好用喔 那 後來的話 哲平就把他換成我們的這隻玉手洗啦 那這隻角色真的是非常厲害 待會再來用給大家看喔 基本上他的能力的話是能夠閃避 就是我們100%閃避 就是陷阱造成的傷害 所以這邊的話在7秒內喔 就是會變得非常厲害喔 然後這邊的話 慢慢配上我們吸血鬼斧 跟我們武道家的這個假法 基於他的移動速度變得超級快喔 所以目前他跟就是我們的這個 灰灰阿 跟我們的忠敏都是哲平目前都非常喜歡用的一些生力軍喔 所以這幾隻角色的話 都非常推薦給大家啦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哲平的分數是在我們3409分阿 都一直... 呃 浮浮沉沉喔 那目前來說寶箱已經空了 那我們就準備來開偷啦 那最近的話感覺偷起來 大家的陷阱好像就變得越來越厲害的感覺喔 而且我幹鏡子好像越來越少了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玉手洗能不能打出一片天喔 基本上玉手洗他就是可以打出一個就是那個閃避的優勢啦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不錯喔 所以應該可以先用他來看一下人阿 或是怎麼樣 然後讓他走久一點 然後先讓他累積一下我們這個技能的能量喔 因為基本上他是7秒內能夠躲避一切陷阱的傷害啦 所以大家可以先用他來打一個打頭陣這樣感覺喔 好 這邊已經先看到一個寶箱了 就開啟我們的技能 閃避大師 GOGOGO 好 這邊好險喔 這邊 雖然那個 可是 唉唷 好 這邊吃到陷阱了 而且我們的閃避技能已經用掉了 所以沒關係 我們再繼續開喔 就讓大家可以先用他 然後先把那個就是一切陷阱都先踩完 這樣的感覺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鐘樓 然後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因為這邊兩邊都在一樣的地方 所以盡量要按慢一點點 好 那我覺得左邊那邊應該是真的寶箱酷了喔 應該是真的寶箱酷了 在左邊那邊 好 這個吧 猜錯了 哇塞 好吧 很會很會 沒關係 那我們就趕快用灰灰喔 趕快來把這個上面這個拿掉 然後再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我們就是 開寶箱大師 這個吧 猜錯了 好啊 都這樣啊 陰險狡詐啊 沒問題啊 那應該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啊 開眼啦 寶貝 哇 這真的是有點痛啊 你知道嗎 哇 連中兩個 雖然前面的那個幫我們用了很多啦 但是這邊真的是有點小尷尬啊 又是吃罐頭 完了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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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那邊應該是狗仔喔 看一下 在哪裡啊 居然是在這上面是不是 好 那我們這邊先逃脫一下喔 直接換別隻來用了 這邊 用一下最快的鬆餅 就直接一直線跑馬拉松啦 鬆餅 加油 你可以的 GOGOGO 哇 這個跟時間在賽跑啊 所以 一開始的話 應該是可以把自己的陣型調成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三隻貓啦 那這三隻貓如果都是 速度比較快一點點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不會那麼難偷囉 拜託 不要關右邊 不要關右邊 不要關 恩~~~ 哈哈哈 跑啊 鬆餅 快喔 我們吸狼啊 哇塞哇塞 來不來得及 來不來得及 不要中陷阱 不要中陷阱 希望下面沒有 希望下面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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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啦 哇 最後一秒 真的是很恐怖喔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現在 用灰灰來說的話 用灰灰再加上我們御手洗 真的是很厲害 尤其是御手洗 因為它可以 躲避我們就是 百分之百的傷害喔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喔 好 我們就繼續來 繼續偷一下囉 哇 御手洗真的很不錯 而且如果你再加上一些 就是比較快速的一些裝備的話 應該會更不錯喔 來來來 而且閃避的聲音其實 聽起來聽久了還滿療癒的 就嗖嗖嗖嗖的感覺喔 很好聽 好 那邊有一隻警犬喔 所以每一次抽一些貓貓的話 大家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那些貓貓適不適合自己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 然後等一下過來 往下 哇 有點太快了 我要直接浪費一隻御手洗 哇尷尬啊 其實水桶陣這邊算還是滿好破的耶 但是 我們這邊自己浪費掉了 變好慢 蜘蛛喔 這根本就是 慢速陣型啊 又是一個水桶 水桶流是嗎 哇就是錯的 這邊有點小尷尬啦 我覺得我一開始在那邊動太快了 其實水桶的話應該還是要等一段時間 再過去一段會比較好一點喔 看一下 寶箱在哪裡 哇 尷尬好慢喔 哇 完結死定了 275 哇 兩次連續 GG 這邊如果我們還有保留著 我們御手洗的話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邊蠻可惜的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再來偷一場喔 其實我覺得 後來大家玩這款遊戲的話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 你在控制的時候就是不要動得那麼快 因為有時候手機的話 可能就是判斷沒有很好 他會直接讓你一試跳兩格喔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我們一樣就先用我們御手洗喔 那這邊的話就先看他來打頭陣啦 然後這邊先吃個蜘蛛網 然後下去就往右邊走 往右邊走 好 然後這邊是電網喔 電網的話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選擇往下走 或是往旁邊走 你就先等這個好 然後往下走 好 先開 喔 這個是比較 比較 比較仁慈的觀眾你知道嗎 不是觀眾啦 比較仁慈的玩家 因為通常這樣來說的話 基本上都很容易就直接讓你爆炸喔 好 是大槌 大槌的話呢 我們還是往上走比較安全一點點喔 因為你也不知道旁邊是不是有狗仔 那我們就往上層走 應該就比較不會有陷阱喔 通常啦 大家都會把陷阱放在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比較下層 要不然就是 通常都會擺同一邊啦 因為這樣的話基本上 才會比較容易防守到一些人喔 不然如果你分太開的話 基本上就沒辦法達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看到他陷阱 都是在往下面的地方的話 你就可以往上走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這邊玉手洗喔 直接 一個人偷完全布喔 真的很厲害喔 因為之前一開始我都是先用鬆餅來看一下狗仔的位置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 狗仔的位置好像 也沒有說那麼的重要耶 因為你基本上都會知道他們大概是在哪一個方向 你就直接用一些 閃避技能的 或是一些就是 能夠就是躲避 他們一些招式的角色出來 應該會比較OK一點點喔 這邊的話居然在上面這邊也有放陷阱 那這個很有可能會是 真的 沒關係 我們就往下看 旁邊來 有沒有東西 有一個門 這邊有兩個了 那就開這個吧 然後再派我們的那個 再派我們的 灰灰 先派 先派灰灰好了 反正我們也會往那邊走 然後灰灰現在技能應該是可以 喔唷 兩個都開到囉 那我覺得應該深入一點點 應該是這個 好不好 賭了 錯了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們已經看到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 先派這個往旁邊走 然後先開一下陷阱 先看一下這個門是不是有陷阱 如果沒事的話就還好喔 好 直接開了 然後希望那個門不要被封死 nice 所以基本上現在的話 打一個速攻流的話 大概我一開始都會先用御手洗 現在就是閃避技能這樣子喔 應該還算是不錯 然後 就走一個穩當路線吧 感覺他這一次陷阱也是蠻分散的啦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哪裡就 哇靠 哇靠 哇 原本以為可以的 結果吃到那個紅外線的啦 哇 完了 哇 應該要在那邊往旁邊走的 應該是這樣子喔 GG 可惡可惡 原本想說 可以的 結果 失敗了 哇 這就是蠻可惜的一個點啦 這個邊的話 因為原本是可以贏的 結果 直接輸掉喔 怪不了任何人 哇 直接一開場就直接先吃這個蒸 365 痛死 好那 像我這樣的話 我覺得剛剛那個就是比較 半範圍的啦 因為 基本上大家 都是往一個上下放陷阱的那個角落去的 結果沒想到現在 大家基本上都是搞這招喔 都直接陷阱亂放這感覺 哇 幽靈 幽靈的話呢 我想一下喔 這邊有寶箱 先開 是錯的 哇 這場可能就 比較尷尬了 因為你不太知道 你已經無法去知道他的寶箱 究竟可能會在哪裡 你知道嗎 沒關係 我們就先把那個灰灰的技能先用起來 待會如果還要碰到一些比較麻煩的東西 我們就先開一下保命技喔 好 再來 來 這邊有叫聲 變裝 好險 瞬間擋住 可是這邊又是錯的 可是我們幹鏡子已經快沒了欸 我的天阿 哇 這幾個寶箱都不是真的 那哪一個才是真的 哇 GG 哇 這就很麻煩了 因為 這就是 就是打破了哲平自己對於這款遊戲陷阱的複製方法喔 就是在那邊喔 哇 蠻可惜的 那邊跳下來的話應該有機會 直接掰掉了欸 哇 我們今天只有一場勝利欸 然後接下來都 都輸了欸 嘿嘿嘿嘿嘿 我的天 尷尬了 好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來喔 這邊也是不知道陷阱是偏哪一邊的 然後是蜘蛛網 沒關係 好 這邊有一個寶箱 然後 往上走 但有時候其實 像我們一次把所有寶箱都探完 然後一個一個去拆 其實 也不算是一個好事情欸 因為 這樣子要怎麼說呢 你就會浪費了很多的那個 人力啦 因為你人力過去的話 你就沒辦法在那個 你知道嗎 好啦 他這邊直接動我的那個欸 他直接把我的技能開掉了 那個飛碟 就是一個麻煩啊 好 我們就快速探 閃避大師 這邊有 再開 瘋狂閃避大師欸 現金什麼的隨便啦 看 瘋狂閃有沒有 好啦 我們就先開這個 然後 這邊就已經看完了 喔 寶箱就在這 還算蠻好運的 看 聽到那個聲音就嗦嗦嗦嗦 嗦嗦嗦嗦的聲音很爽 好 剛好旁邊門是打開的 所以我覺得用 我們這個玉手洗這個閃避大師 來打一些就是 一開始那個限制的話 其實還算是不錯喔 就直接 可以閃住很多的攻擊 然後不用擔心你氣力指揮沒有 但是比較麻煩就是 你要去思考到底 該不該用他來開箱喔 所以會比較尷尬一點點啦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玉手洗這隻角色喔 基本上我已經把他納入我的生力軍了 因為像他剛剛那個閃避其實很厲害 而且 他一直走一直走的話 他的SP也是回的非常快 所以基本上 也不用擔心就是他會沒有SP喔 那 基本上就可以拿他來探路 或是先來去 深入到一些比較難偷的一些寶箱的地方 然後看一下這些是不是真的囉 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就覺得我們玉手洗真的還蠻厲害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天中午的時候點個晚上 五點半個晚上 七點個晚上 九點多的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囉 那這影片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